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这两位才子,自奔跑八节目结缘以来,便以他们独特的幽默感和默契的配合,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他们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笑过哭过,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再度合体,加盟黄磊的新综艺,这无疑是对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 盒子里的猫这档新综艺,如同一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藏着无数惊喜和期待 而郑凯,陈鹤的加盟,就如同两只顽皮的猫儿,跳进了这个盒子,为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这个盒子里的世界,去挖掘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秘密 网友们对于这一消息的反应,也是热烈而期待的 他们纷纷表示,期待看到郑凯,陈鹤在盒子里的猫中的精彩表现 期待他们能够再次展现出他们的默契和幽默 同时,也有网友感叹,前有邓超,陈鹤以及陆寒一起加盟五哈 后有郑凯,陈鹤录制盒子里的猫 这也算是跑男团另一种形式的合体了吧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友情的力量显得尤为珍贵 郑凯,陈鹤的再度合体,不仅是对他们友情的最好诠释 也是对观众们期待的最好回应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盒子里的猫中,能够再次带给我们欢乐和感动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丝温暖和力量 盒子里的猫这档新综艺,因为有了郑凯和陈鹤的加盟 而变得更加令人期待,他们的到来 不仅为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友情的力量和美好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一起感受这份难得的友情和温暖 3月22日,那如春风拂面的日子 网络上突然掀起了一股奔跑吧的热潮 犹如一只振翅欲飞的彩蝶 这个节目名突然降临热搜的枝头 引来无数网友的瞩目 细心的网友发现,节目官微仿佛从冬眠中苏醒 不仅发布了一条喜讯,宣布荣获2023年综艺影响力榜他黑衣的殊荣 还如春风拂面盘更新了头像 那清新的气息 仿佛预示着跑男2024的到来已如春雷般临近 而对于翘首以盼的观众们来说 最牵动他们心弦的,无疑是常驻嘉宾的阵容 毕竟,那些熟悉的身影 那些陪伴我们走过欢笑与泪水的面孔 早已成为我们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挑战 都让我们为之欢呼,为之动容 因此,嘉宾阵容是否有大的调整 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每一个微小的变动,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弦 有人期待原班人马的回归 希望他们能够再次携手 为我们带来那些熟悉的欢笑与感动 也有人对新面孔充满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新的惊喜与活力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刻 我们不禁回想起跑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从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熟悉 从最初的摸索到如今的成熟 这个节目陪伴我们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也见证了嘉宾们的蜕变 如今,跑南2024即将与我们再次相遇 我们期待着它的到来 期待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新的惊喜与感动 期待着这个节目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欢乐与温暖 无论嘉宾阵容如何调整 我们都相信 跑南的精神与魅力永远不会改变 它将继续陪伴我们奔跑在梦想的路上 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欢笑与感动 近期,娱乐圈的风云变换再次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其中,顶流蔡某某的塌房事件无疑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不仅令人嘖舌 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娱乐圈的格局 然而,在这股风暴的中心 另一档综艺节目《奔跑吧》却意外地收获了热度的暴涨 《奔跑吧》第十一季在蔡某某事件后 仿佛得到了某种神助攻 最后两期节目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 观众们纷纷围观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 节目还掀起了一股回忆沙 让许多曾经热爱这档节目的观众 重新找回了那份激情与感动 然而,就在《奔跑吧》特别记录制前夕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节目原老杨引因观看风马秀表演而翻车 这一事件迅速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节目的资深成员 杨引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表现和亲和力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此次事件无疑给她的形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也让人们对她的行为产生了质疑 对于这一事件 舆论纷纷 有人认为杨引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给节目和观众带来负面影响 而也有人表示理解 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方式 不应该因此而过度苛责 无论如何 这一事件都给奔跑吧节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值得庆幸的是 节目本身的质量和口碑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 观众们依然期待着新一季节目的播出 期待着郑凯 陈鹤等常驻嘉宾的精彩表现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里 无论是节目还是艺人 都需要不断地适应和调整 希望奔跑吧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感动 同时 也期待艺人们能够时刻保持警醒和自律 为观众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而在杨颖缺席一整季后 奔跑吧元老及嘉宾就仅剩下李成和郑凯两人坚守了 不免让很多人心生感慨 眼看着奔跑吧2024即将在本月底展开录制 跑男团是否有大的变动 哪些嘉宾会回归 有没有人缺席以及杨颖会不会参与录制等问题 都即将揭晓答案 就目前的消息 奔跑吧2024常驻嘉宾不会有太大变动 李成和郑凯两人将继续加盟 成为节目的丁海神针 败露 周深 沙艺 范澄澄以及宋雨琪也会回归 继续和大家一起奔跑 张真元在特别季中表现深受认可 这次也收到了邀请 以成驻的身份亮相正式版节目 按照道理说 奔跑吧即将开录 官威为其提前预热 最好的办法就是宣布成驻阵容 但是奇怪的是 这次节目组对于嘉宾阵容秘而不宣 好像并没有提前曝光的意思 很多人觉得节目组之所以如此做 是在等仰眼 如果外界反对声音不大 就邀请其回归拉他一把 确实 在奔跑把官威更新投向后 包括周深 白露以及张真元三家的粉丝 已经开始为节目造势了 其中周深和张真元的呼声非常高 一度盖过了李成和郑凯 不由地让人怀疑 其实节目嘉宾阵容已定 而且已经通知到每位嘉宾 以及这些嘉宾的粉丝团了 只不过没有官宣而已 比较巧的是 杨颖也在日前强势付出 连穿三套高定礼服 霸瓶热搜的同时 其工作室也正常营业了 而杨颖和奔跑吧合作多年 彼此之间的交情和感情不言而喻 虽然外界对杨颖的质疑声很大 但是不排除节目组还是想拉他一把 毕竟杨颖综艺感强 人气高 有他在节目热度会高很多 杨颖 这位娱乐圈的璀璨明星 近期虽然身处舆论的漩涡 但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社交平台上 与粉丝互动 分享生活点滴 这足以证明 他并未受到所谓的封杀 只是由于近期的一些争议事件 使得舆论的浪潮过于汹涌 导致一些节目在选角时不得不慎重考虑 暂时避免冒险使用它 《奔跑吧》作为一档深受观众喜爱的综艺节目 其选角一直备受关注 如果节目邀请杨颖回归 无疑将引发巨大的话题效应 为节目带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然而 与此同时 也必将伴随着一些负面声音和抵制的风险 因此 节目组在做出决策时 必然要权衡利弊 慎重考虑 对于观众来说 杨颖是否回归《奔跑吧》 无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它的表现 状态以及与节目其他成员的互动 都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节目组的决定 也尊重每一位参与节目的嘉宾 在此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奔跑吧》的未来走向 或许 节目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让节目更加精彩分成 而对于杨颖来说 无论它是否回归 我们都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明镜是否创造博物 我们会有什么信心的 并继续保持 百分之凌